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猪血 非常好吃又家常的做法 只要按照这种方法来操作 做出来的猪血 口感鲜香内滑 无腥味 做法简单,营养又未美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准备两块不要钱的猪血 这是朋友今天刚送来的新鲜的猪血 再将猪血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开以后里面特别的粗糙 这种才是真正的猪血 平时各三差五可以多吃点猪血 对我们的身体好处特别的多 还可以清理肠道的垃圾 最后改刀把它切成小方块 切好的猪血先装到盘中备用 下面我们准备一把洗干净的蒜苗 改刀切成段 切好之后 装盘备用 然后我们准备点小料 大蒜趁它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开晕 最后再将它切成三末 一块大姜先切片 最后把它切成小丁 最后再切入两三个野三椒 既去腥又增加口感 全部切好之后 先装盘备用 小米辣切成圈 不喜欢吃辣的也可以不换 鲜椒 切好之后 装到盘中 只需要几个葱板 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 放到小碗中 接下来把切好的猪血 放到凉水的锅里面 焯下水 放入198的食用盐 先给猪血入个底味 吃点的啤酒去腥 大火将锅中的水烧开 锅中的水烧开以后 把上面的敷沫打干净 这上面的泄沫 也是腥味的来源 大概焯水一分钟左右 用漏勺把它捞出控水 另起锅 倒入食用油 再放入适量的猪油 这样炒出来的猪血 香味不腥 这也是饭店炒出来的猪血 好吃的关键步骤 下面把小料放进来 葱姜蒜 先来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之后 放入半勺红油豆沙酱 再炒出红油 炒好之后 往里面倒入半碗清水 在这挑味生抽适量 适量的啤酒去腥 蚝油 一勺白糖提鲜 一勺鸡精 胡椒粉 一品鲜 少许的食用盐 烧好味之后 这时候把猪血搬进来 里面的汤汁刚好没过猪血 大火烧开 先炖两分钟 这样猪血更加的中味好吃 炖了两分钟之后 把辣椒放进来 再翻炒五六七八下 然后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淀粉水 勾勾勾的芡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内滑 然后再将蒜苗放进来 炒均匀 炒至蒜苗诞生 出锅之前倒点卷墨香油 哇 满厨房特着香热 出锅 装在盘中美味既成 一道非常好吃的蒜苗烧猪血就做好了 按照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猪血 酸辣开胃 下酒又下饭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 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煮血鲜嫩入味 而且没有一点腥味 香味十足 绝对的好吃 配米饭就馒头 非常的下饭 每次做这一大盘都不够吃 点汤汁都不剩 老一辈常说 每个月粗鸡到十鸡的时候 这时候的煮血好吃又营养 做法简单 营养又美味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做煮血的方法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 转发评论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